大家好,我是素晓和 今天我们说一说一个预测 预测未来中国在土共 尤其是在习包子的正确领导下 在习包子的所谓的人内命运共同体的谋划之下 中国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 这是我相信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因为中国历史有一句话叫做 和久必分,分久必和 我们也装装孙子说这个话 感觉好像我们对未来中国的局面 会看得很清楚似的 这是所谓的未来主义 说未来 有时候我们也有详细这些臭知识分子 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当我们看不见未来的时候 当我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 让我们就去看看历史吧 所以呢,基于这个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的这么一个原理 我们来琢磨琢磨琢磨 扯不扯把习包子统治下的中国 未来会搞成个啥样 这两天呢 俄罗斯在中国的北边又在干大事 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扯过俄罗斯了 在这个什么海松馆 弗拉迪沃斯托克那边 然后恨恨的恶心的中国人一把 说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名字 是统治东方 完了以后还在中国的微博 说的有模有样的 后来这个吊盘侠胡锡琴呢 还说了几句 要理解啊 历史过去了 就不要说了 哎呦,这会儿又说了 知道吗 很有意思啊 公开的在中国的微博上面 把土龙细胞子 这些卖骨贼 绝对是卖骨贼 然后说了一把 挺有趣啊 没想到过了几天 俄罗斯又干了一票大的 这个正式的报道消息 中国国内是没几个人报道的啊 他不报道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没面的 就是俄罗斯与这个蒙古签订了一个 战略的合作的一个整体的框架 这个东西就是在俄罗斯跟蒙古这两个国家 形成一个地理意义上的 我所谓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盟友 也就是说一旦俄罗斯有什么问题 蒙古他要持缘 一旦蒙古有什么问题 俄罗斯也要持缘 这个东西对他们两个国家来讲 你说他们蒙古 他跟谁有关系 他就跟中国和俄罗斯有关系 他与俄罗斯形成的联盟 那不就是要 肯定是要对付中国嘛 而俄罗斯和中国那有着漫长的边境线 他跟蒙古搞一块 那当然也要对付中国嘛 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边境现在实在是太长了 但是中间隔了一个很长一段 从那个大兴干里那边 一直就往南走 然后往西走 整个好几千公里 那全是人家蒙古的土地 也就是蒙古跟中国是结壤的 蒙古跟内蒙古嘛是吧 那这块你俄罗斯你是搞不定的呀 你不可能说把蒙古给灭了 然后来跟中国来过不去对吧 结果没想到人家俄罗斯跟蒙古 形成的一个联盟 一个战略联盟 经济、政治还有文化各方面 都形成了一个战略联盟 那当然就是相装武剑呢 是意义在培工啊 整个中国的北方 就完全就是 可以说是基本上就是 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吧 当然土工他没认为蒙古是敌人的 尤其是没认为那个谁 俄罗斯是敌人的 俄罗斯是我们的大哥 老大哥 是我们的朋友 俄罗斯怎么会是你的朋友呢 是不是你用PR想想 你就知道这不是朋友 所以这两个国家 一旦形成了一个战略联盟 中国从新疆那边开始 一直到东北 这么整个北方 整个北北边境线 全部直接这个面对其他的国家 所以你想想 这有什么地缘政治的优势呢 一点都没有了是不是 这些年共产党在东边 在朝鲜的问题上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他图什么呢你说 他就图很简单 那个所谓的地缘政治嘛 就必须要把朝鲜这个国家 要把它控制成为一个贫穷的 愚蠢的落后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完了以后把这个中国的东北 要跟这个南朝鲜 也就是韩国的这个自由社会 要物理隔离开来 免得这个东北这边的人闹事 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吧 他就这么一个东西 否则你无法解释 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 然后去维护这么一个愚蠢的局面呢 是不是 所以你就想想 共产党做事情呢 他都是捡了芝麻 他是丢了西瓜 这会儿可就真的丢了个大西瓜 蒙古这么大个大西瓜 你完全可以 控制在你的中共的 意识形态的管控之下 完了以后跟俄罗斯保持一个距离嘛 进行交远攻嘛 是不是你干嘛要跟俄罗斯搞这么近呢 你干嘛要跟蒙古搞这么那个什么 搞这么近呢 应该要保持距离嘛 那意思就是说应该物理隔开嘛 是吧 结果他眼看着蒙古跟俄罗斯联盟 那对付的就你中国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西瓜子的这个一通乱搞啊 真的就喝了茅台酒一通 一通醉拳 一通一通乱搞 我告诉你 第一个极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就是中国的整个北方 中国的整个北方 都会被蒙古 被俄罗斯的联军啊 所占据啊 中国接下来 极有可能出现元朝时候出现的局面 用蒙古人直接骑着他们的高头打马啊 干掉你的中国北方 我告诉你 这是极有可能的 分酒必合嘛 合酒必分 你说中国北方 嗯 这个谁会占据你的土地啊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局面以后 我们就发现有些东西我们要再次重复一下 中国这些年假想敌人 或者说实际培养的敌人啊 要么就是日本对吧 要么就是美国 更主要的是美国 因为没有美国的盟友 日本他也也不会跟中国有什么有什么叫板的 你说对吧 但是美国这个地方 他是从来不占别人一寸土地的 你说美国这些年打了多少仗吧 打伊拉克 把伊拉克打下来了 施萨拉姆给搞死了 可是中国的这个石油公司进去了 美国人倒是没进去 美国是不要别人的土地的啊 所以你会看到真正的文明的 真正的老子没有进水的 真正的这个懂事的国家 都是张登英杰采的 欢迎美国的军队进驻 所以波兰人怎么说的呀 看见美国的大兵开进波兰啊 开进华沙 然后老百姓举的举的标语是 你们来迟了啊 至少来迟50年 50年前你们就应该来啊 你知道吧 然后波兰的总统最近这个竞选 哇 赢了 据说是小比例的 获得了大选的胜利 再次连任总统 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是跟美国的川普总统一样的 是一个回归这个基督信仰 啊 坚决反对同性恋 反对什么LGPT搞这些 现代性的幼儿子的人 坚决跟这个欧盟这边的不对付的人 坚决跟这个俄罗斯坚决不对付的人 这么一个人 张选了美国总统 他说要大规模的跟美国的军队 跟美国的这个各种的力量展开大全面的合作 你想想按照这个道理 按照中国人的愚蠢的这个习惯的话 那美国大兵一进去到哪里波兰 可不就是个殖民地呢 人家美国不要人家的土地 人家是基于一种价值观 那保护你的不是什么殖民地不殖民地 不要用这个愚蠢的词 你知道吗 如果说你觉得你美国人进你的国家 你成为殖民地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意识形态跟美国你的价值观 你的信仰跟美国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是一群动物 我是一群畜生 人家美国是一群人 所以你会觉得人家美国人会要你的土地 你去看看美国要过谁的土地 对吧 美国跟加拿大搁的这么近 要过加拿大一寸土地吗 美国跟墨西哥搁的这么近 墨西哥给美国带来多少麻烦 美国要过墨西哥一寸土地吗 这些年多了去了是吧 所以真正对中国的大好河山 对中国的土地有兴趣的想占领的 我告诉你拍第一的就是俄罗斯人 我跟你说 所以他为什么要在海松外 在弗拉迪欧斯多克在这个地方 他要公开的挑衅中共 统治东方 这是我们俄罗斯的土地 其实那是正28年的一块中国人的土地 你说对不对 因为他对中国人的土地有兴趣 那蒙古也是 蒙古你别看他相对中国 俄罗斯相比是一个小国 那蒙古人可是彪悍的 虽然这些年他们的经济各方面的力量 没有那么的影响力 但是蒙古人是一个具有长期想掠夺别人的土地的这么一个民族 真的 你说这个蒙古 蒙古人曾经往西打打到整个欧洲的腹地 我跟你说 蒙古人曾经占领了整个中国 在几百年时间之内 中国是蒙古人的殖民地 用中国人的这个愚蠢的历史教材讲 是不是 那形成了一个朝代好几百年了 哎呦喂 这个 所以 当蒙古和那个谁 俄罗斯联盟的时候 中国的北方的土地 基本上处在积极可危之中 真的 所以局面就如此简单 未来中国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第一个局面就是蒙古 和俄罗斯将会占据中国的大片土地 整个中国的北方包括东北不保 谢谢啊 第二我们看看这个中国的西边 印度 印度当然这些年跟中国是搞得很很紧张啊 是不是 啊 中国人呢有一种愚蠢的自信 都跟着包子弟学的 四个自信 总觉得人家印度是一个穷国 啊叫印度阿三 就是你想想中国人这些年很愚蠢的 他一说印度印度阿三就不怎么样 是吧 就是这种愚蠢的词儿 一说人家韩国人的韩国人高利棒子啊 不不怎么样 你说人家韩国人的这个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水平 至少我跟你说 以我的对韩国的光感 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啊 国民素质信仰的秩序 轻轻松松超越你中国一百年 啊 你中国从现在开始 如果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然后紧追慢赶的 赶上韩国的水平 轻轻松松我告诉你 你要用一百年的时间 你才能赶上韩国 不知道从哪来的愚蠢的自信 那都跟着包子就学了 所以我说我的中国这个国家 不是说只有习近平一个蠢货 各个人都是蠢货 都跟习近平一样的蠢 都一模一样 你不要有个习近平在台上 搞的乱七八糟 你上去跟你一样的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认识 要到这个程度才行 你说他又说起这个什么 哎呦又说起这个日本 小日本 哎呦我看在北京 那个老太太80多岁了 一说日本还是小日本 我有一次我就看着他 我说阿姨我说你 你觉得日本小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很愚蠢你知道吗 那印度是印度 一直就看不起人家印度 其实印度在很多产业方面 那都是世界前面 多少美国的大公司的 头号人物老板都是印度人 你知道吗 而且印度你看这段时间 跟中国闹的特别僵 那印度那可就是一个叫做什么 态度坚决了 人家印度的总理 直接就跑到前线去了 去看了你习近平敢去吗 去过一次 你应该去西藏那边 去视察部队嘛 是不是要给自己的士兵打气嘛 你至少要像印度的总理一样的 走一把嘛 秀一次嘛 你就一直躲猫猫 你说是不是 不知道躲在哪里 估计喝酒喝多了 醉醺醺的没起来 就没有道理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 印度这个地方 那可不是说 就简单的一个中印之间的冲突 我告诉你 我曾经看过一个人是这么说的 而且是个印度人说的 他说这些年呢 很多个国家 知道吧 然后跟中国的过不去 最后都没把中国搞定 然后呢 比如像日本曾经跟中国人过不去 最后也没搞定 因为日本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 跟美国搞僵了 所以日本没把中国搞定的 唯一的原因是因为它得罪了美国人 那问题是美国人也没把中国搞定的 你说 美国人动了多少老金 想让中国变成个正常的国家 搞定了吗 没搞定 就是国民党的时候 是不是 那叫做一个这个中美关系不错吧 那美国那可是一个战胜 中国可是个战胜国二战的 那蒋介石那可是跟罗斯福总统 能敲劲儿坐在一起敲着二郎腿的 这么一个国际性的政治家 按理说那时候 美国应该去把中国也转型成功了吗 没搞定 中国这个国家 它有一种非常愚蠢的僵硬的 狗改不了吃屎的这么一种愚蠢的习惯 美国搞不定 是吧 后来美国又开始跟中国干了一仗 那当然也没搞定了 是不是 然后过了很多年 美国人又换了一种姿势 对吧 又难 这回呢就跟你搞经济合作 试图通过帮助你中国人实现经济增长 然后完成你的文明转型 让你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变成一个有普世价值的国家 搞定了吗 一样都没搞定 而且不仅没搞定 而且美国人给自己培养的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 做事最没有底线的敌人 把一个流氓 请到了自己客厅里面 麻烦着呢 是不是 美国要想真正收拾中国 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那再花大老鼻子劲了 光川普 即使再当四年的总统 也不可能全把中国的事情搞定 我跟你说 所以 但是美国说了嘛 它是不会占别人的土地的 它对你中国的土地 一寸土地都没兴趣 它只是希望你的价值观 希望你 你的民情秩序 稍稍靠近文明一点点 希望你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变成一个说话算术的 变成一个 不如说 喝了一通毛鸟 一通乱搞的 这么一个流氓国家 你说对不对 现在就是 美国就已经开诚不公的说了 中国就是流氓国家嘛 流氓国家的逻辑是什么呀 就是强权激功你 知道吧 就这样子的 我是流氓 我怕谁 现在细胞子就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 哎呀 你想想 这没有几个国家 真正把中国搞定过 真的 历史上搞定过中国的 第一就是什么呢 蒙古人 那蒙古人可不就搞定过中国吗 第二就是满洲人搞定过中国 是吧 满洲国搞定过中国 你说对吧 清朝是吧 俄罗斯人搞定过中国 你说是不是 在俄罗斯的面前 中国里屁的屁都不敢放 你说是不是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道理 西云的印度也能搞定中国 我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第一 印度对中国的领土有兴趣 你说印度跟中国有什么 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就是一块土地嘛 是不是 他就不让 我就要跟你搞 你敢跟我来呀 你有本事你来呀 是不是 那细胞子愚人怂啊 他不敢呢 是不是 而且印度这个地方 是个什么地方 是一个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你不是说中国人不把自己 老百姓 不当人看吗 你不是说中国人 人多吗 是吧 那人家印度人也人多啊 所以有一个人说了嘛 说 哎不要指望美国把中国改变 也不要指望英国把中国改变 英国能把中国改变吗 英国花了一百年时间 培养了一个香港 好像香港变成一个自由法治的世界 变成文明世界 就没几天功夫 就被细胞子一巴掌 就打回到一个愚蠢的地方 打回到一个愚蠢的城市了 香港人有的瘦了 搞不定 真的 葡萄牙都把中国搞不定 你看澳门都变成什么样了 那简直就是一个中国内地城市的一个愚蠢的翻版 你说是不是没有 哎呀都试过的 这个是德国 你看当年在青岛在那边 哎呦在天津想了一些办法了 想改变中国都搞不定 没人搞得定 所以只有三个国家能把中国搞定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蒙古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不上的印度人 印度人我告诉你 我对印度接下来占据中国的大片土地 整个中国的西部 我觉得都要被印度人占领 我跟你说 合酒必分分酒必合 印度人有这个本事 印度人知道中国的软肋 印度人知道中国人最怕什么 印度人知道习包子这个人是个是个直老虎 他就他就不屌你 他不像美国人那么文明 美国人太文明了 美国人是一群这个君子 这样用中国人的话讲 中国人的是一群流氓 习包子是个流氓 所以美国人搞不定 按照这个合酒必分分酒必合的原理 接下来美国会在南海 在台湾那边 尤其是在南海 我跟中国打一仗 但是打南海这个地方 是为了维护国际的航行 自由航行 是为了让这片大海成为真正的公海 维护国际的公越 维护海洋公越 美国是不会要你一颗沙子的 没兴趣 最多就几颗岛 他把你那个什么人造岛给你轰掉 然后让你中国人滚回你的内陆去 不要瞎搞 知道吧 就行了 他不会要你一寸土地 但是接下来印度从西边攻入中国 极有可能要占据中国大片土地 所以你西藏人你达来哪嘛 你在你不要假装小清新 不要搞西方的白左那一套 你应该要跟印度搞好关系 然后完了以后帮助印度攻入中国 你才有这个西藏才有独立的可能性 我跟你说 普在里没戏 我跟你讲 那北边就是俄罗斯那是只要一开干 那是绝对不手软的 蒙古人也是 那都是马上的民族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说来说去 中国大概就这个局面 共产党最后会倒吗 不会倒 不会倒 中国的内地的人都是因为怂包 干不了共产党 共产党一定会收缩收缩收缩 收缩到中国的这个腹地 就是湖南啊湖北啊 就这一代我跟你说 年年享受长江大水 塞下大阪的威慑 习近平呢最后就 把他的老爸的坟墓呢 就扔在北方 成为一个这个俄罗斯垮下的一个小玩物 对吧 自己跑到江南 就当年的宋朝的那个样子 你知道吗 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大局 我们乐见其成 谢谢大家